这是一场让人肾上线飙升的公路追逐 一辆雪铁龙遭到保时捷与奔驰的围攻堵截 以及对方无休止的子弹攻击 车身被打得全是动 倒在驾驶雪铁龙的小伙儿 车技足够高超 突然猛打方向躲避障碍物 身后奔驰没反应过来 当场撞翻载地发生爆炸 但下一秒雪铁龙就被打爆轮胎 汽车瞬间失控 连续翻滚几圈才停了下来 万幸小伙福大命大没有受伤 而身后追来的保时捷 一时大意撞上了路上的卡车 当场人车一起领了盒饭 小伙儿名叫凯西 是一位臭名昭著的投车贼 因为在家乡遭到警察的追击 所以被捕逃到德国 在这里没有一技之长的他 为了生活 开始为德国当地大毒销格兰贩毒 这种工作虽然来险快 却也掺杂了危险 使得凯西萌生地退隐江湖的想法 然而让他下定决心离开这个行业的 还得从一个女人说起 这一天凯西在酒吧 她遇到了自己最爱的女人小美 在她的不断追求之下 凯西成功将小美拿下 后者得知凯西是毒贩 第一时间劝她改席归正 找份正经工作 凯西思考再三 最终选择离开格兰 找一份在汽车报废场的工作 从此凯西跟小美 开启了浪漫的二人世界 但天有不色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就在凯西准备结婚之时 小美被检查出患有严重肾病 需要马上进行透析 跟肾移植手术 要不然将会有生命危险 众所周知 圣移植需要花费不少的钱 这时的凯西工作刚刚稳定 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被逼无奈之下 凯西决定重走老本行 通过之前的朋友大壮 重新联系上格兰 希望获得一次赚快钱的机会 刚好 格兰最近有一个想法 准备抢劫自己上级哈根的货 而这个哈根全名叫詹姆斯 哈根明面上 他是当地最大物流公司的老总 暗地里却掌管着 整个德国地价毒品市场的进货渠道 每次都是哈根通过自己的关系 把毒品运到德国 然后交由格兰去售卖 只给他20%的利润 格兰感觉这样不公平 毕竟一切风险都是他来承担 所以格兰找到哈根 想要更多的利润 却被哈根当场拒绝 态度还极其恶劣 话里话外 嘲笑格兰只是一条走狗 这让他很不爽 打算来场黑吃黑 正好凯西他们来 索性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两人 格兰相信凯西的实力 不会让自己失望 接着格兰简单介绍了一下 哈根的运货方式 他利用自己的物流公司 每六个月从智利某地 购买4000立方英尺的高尔夫毒球 运到路特丹码头 然后由专门司机将其开回德国 交给格兰分销 格兰则需要支付500万欧元现金 而哈根转头就将这些现金 塞进几辆豪华轿车里 运回智利 继续购买毒品 这个行动不仅添衣无缝 而且还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要想抢击哈根的货 只能从路上动手 可负责运输的司机 简直就是个变态的存在 不抽烟 不吸毒 不喝酒 他就连生理需求都在车上解决 送货期间从不停车 哈根在卡车驾驶舱里 装有实时监控设备 体盘还有GPS定位器 要想成功把卡车抢回来 难度系数很大 不过格兰答应凯西和大壮 事成后给两人25万欧元报酬 凯西听闻当场同意 最后他制定了详细计划 当天晚上行动开始 两人在卡车的必经之路上 制造了一起车祸将路途上 这司机下车查看时 凯西迅速上前与他搏动 虽然过程有些曲折 但好在还是顺利将司机制服 然后凯西插走GPS定位器 装到大壮车上 让他按照既定路线形式 自己则戴上帽子 驾驶卡车 往格兰仓库试取 一切进行得很成功 哈根监控室里的手下 丝毫没有发现破绽 很快 刚才的搏动 使凯西的嘴角被打破 流出了鲜血 让哈根手下看到 对方察觉到不对劲 立马派出行动组去拦截 按理说 他们应该先锁定大壮位置 抓他才对 谁曾想 行动组却直接找到凯西 把他抓了起来 这番迷一样的操作 属实没看懂 凯西被抓到仓库 哈根敢来宾问他 幕后支持人是谁 凯西并不打算出卖格兰 毕竟就算供出格兰 哈根也不会放过他 没想到 这时哈根无意间看到凯西手腕上 佩戴着小美的医院手环 见凯西拒不交代 就派人去抓小美 打算将其作为要挟 随后 哈根赶去参加老伯的生日宴 留下一个手下 继续逼问凯西 眼看小美可能有危险 凯西顿时释放出无尽的力量 找准时机 正多束缚 接着迅速出手 大运手下 顺手抢了一辆豪车 冲出仓库 不过 很快他就被哈根手下发现 一名打手重准时机 从高处一跃而起 跳到凯西车上 顺着天窗 往里疯狂射击 却被凯西一招神龙百尾 甩了下来 接着凯西撞步大门 往医院室去 期间 一名杀手开车追上来 两人随即在街道上 凯西疯狂飙车模式 路口处 一辆轿车突然驶出 凯西为了躲避 猛打方向盘 导致汽车失控 翻了车 此刻 杀手未遂而至 下车朝着汽车宿舍 就在这时 周围警察接到报案 赶了过来 因为导演的安排 他直接撞上杀手汽车 帮凯西解了围 就在凯西准备离开自己 他突然看到自己车里 装有许多陷阱 很明显 这辆车 就是哈根用来 装五百万欧元的豪车 凯西顿时欣喜若狂 拿着钱 抢了一辆雪铁龙 继续逃亡 凯西给大壮打句电话 说明情况后 让他去医院救小美 阻止其回家 刚挂断电话 不久 凯西就接到哈根的威胁电话 他本想把钱交出去 化解此事 只可惜哈根现在 不光要钱 还有他的命 凯西随即给小美打电话 却无人接听 这下他有些急了 被逼无奈之下 凯西只好给格兰打去电话 把自己手上 有五百万欧元的事情 说了出来 只要他能派人去保护小美 这五百万欧元 给他四百八十万 格兰一听 立马同意 当然凯西刚挂断电话 哈根的手下再次追了上来 凯西驾驶绝体龙越奔驰 保时捷在车 凯西拼尽全力撞翻奔驰 可最终还是被保时捷车上的打手 打烂轮开 失控 翻了车 不过好在人没事 而保时捷则因为意识大意 被一辆卡车当场撞到报废 凯西从车里爬出来 抢了一辆奔驰AMG跑车 逃离了现场 他给大壮打去电话询问情况 却意外得知 有人提前将小美抓走了 听到这儿 凯西不自觉地加大油门 却不想 汽车居然在这个时候掉链子 没油了 无奈 凯西只好前往究竟服务区加油 谁知 凯西追得上来 将他困在便利店内 就在这时 哈根也焦急地赶过来 要凯西将毒品交出来 原来 哈根打开那晚凯西驾驶的卡车集装箱 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既然集装箱被他掉包了 至于集装箱是怎么被掉包的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还没等凯西说话 便利店里的一个老农 健义勇为 与哈根等人交上火 凯西则趁机撩出便利店 抢了一辆阿斯顿马丁塔跑 开车在动力方面 搭载了6.0升飞12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470马力 最大扭矩600牛米 百公里加速 情绪5.3秒 凯西就是驾驶这么一辆暴力野兽 成功摆脱哈根的追捕 最后凯西给格兰打电话 询问是不是他把小美带走了 得到了肯定答复 格兰让凯西带着钱 来跟自己的赛马场交易 凯西第一时间赶过去 把钱递给格兰换人 然而 令凯西万万没想到的是 格兰竟然抓错人了 由此可见 此时的小美已经落到了哈根手上 就在凯西不知所措之际 一路追踪着凯西信号的杀手 出现在此地 砰砰两枪 打倒格兰及其手下 接着将凯西绑起来 逼问卡车的下落 凯西不愿束手就擒 招转时机 一招血风腿 击倒杀手 紧接着 正头束缚躲藏起来 采取偷袭的方式 打运杀手 抢了格兰的跑车 逃离现场 路上凯西接到哈根的电话 对方拿小美作为威胁 逼她交出货物跟前 双方随即约定 在某酒吧见面 在这里 凯西见到了小美 另一边 格兰并没有死 她出门刚好看到 凯西开着自己车离开 立即逃出手机 定位车辆位置 赶到酒吧 逃墙控制了现场所有人 此时的格兰 已经受够哈根的傲慢无敌 当场开始控制她的不公平 到这个时候 哈根也想明白 格兰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然而此刻 酒吧外突然围上来一堆警察 原来 凯西怕哈根不守信用 选择提前报警 即便自己被抓 也要将小美救出去 此刻 外面的警察 警格兰等人拒不投降 采取强制措施 开始强攻 凯西见状 拉起小美 拿上前箱 顺后门逃离 哈根也在手下 小白的掩护下 紧随起后 出来坐车逃离 只有格兰一人 一心求死 与警察互射 最终死于乱枪之下 凯西拉着小美 来到地铁站 却不想 小白护送哈根上车后 直接追过来 是要夺回前箱 凯西见状 随即让小美 拿着前箱 上了一辆地铁离开 自己与小白周旋 就要在这时 警察及时赶到 小白还想朝着凯西射击 警察果断扣下奔机 送小白领的盒饭 然后逮捕了凯西 在警局里 凯西面对警长的询问 从容不迫 他要跟警长作弊交易 供出哈根的毒品集装箱 而警长需要放自己离开 事到如今 凯西也说出了 调包集装箱的真相 凯西事先准备了一个 跟哈根一模一样的集装箱 抢劫得手后 第一时间将其调换 其实 他这一手 是怕格兰不给钱 没想到 现在成了他的救命法宝 警长自然知道 抓住哈根 他将飞黄腾达 最终 警长同意了凯西的建议 隐聘最后 哈根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了代价 而凯西则用了 五百万欧元 帮小美治好病 从此过上了 没休没早的生活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天明《急促之巅》 是一部上映于2016年的 动作惊悚电影 故事简单明了 节奏 一扬顿作有致 可惜整体套路化严重 再加上剧情漏洞百出 最终导致贫分过低